阿 弥 陀 佛 阿 弥 陀 佛 阿 弥 陀 佛 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 陀 佛 阿弥 陀 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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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三百四十二页 三百四十二页 请看到数第三页 经文 心肠地柱 度士之道 与一切万物 于一切万物 随意自在 为诸树类 做不请之有 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就讲到 大菩萨们的心 还有他们的行 经上常说 发菩提心 那我们看这里 他不但是发菩提心 还是大菩提心 法神菩萨知道万法皆空 晓得呢 体相用都不可得 但是他们仍然发大悲心 普度一切大众 所以说性德里面的第一德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字 爱 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 第一句经文 就讲到菩萨的存心呢 心肠地柱度士之道 它这里有关键那个字 就是肠 肠是不会间断的 保持下去 这个地是安的意思 所以地柱就是安柱 安柱在哪里呢 度士之道 这个度就是粗 粗里的粗 地也可以解释为真实 菩萨的真实心 安柱在粗士无为大道 我们昨天跟大家继色论里面说到三种无为 虚空无为 折灭无为 非折灭无为 不动无为 享受灭无为 真如无为 真如无为 我们把这些明相啊 都搞清楚了 就会对于一切众生呢 自然而生起一种 博爱 慈悲之心 接着是禁书所解释的 地 为安地 为常安柱 真实无为 度士之道 真实无为 也就是六种无为的最后一个 真如无为 是万法皆空 清净心中 一法不利 那既然说到一法不利 请问佛法呢 也不利 我们可要知道佛法是怎么回事呢 因缘生法 如果说都已经成佛了 那心里面还有一个佛的概念 那他心还是有义法 心还没有达到绝对的清净 之所以有佛法 因为有这个相对的世间法 产生出来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大圣经上说 在真空极灭 又起度士之道 这个度士之道之所以生起 是众生有感 佛波上 立刻就会有这个印 所以记里面有一句话 我们也是经常会看到 法尔如是啊 什么叫法尔如是呢 用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自自然然 丝毫勉强都没有 丝毫意思都没有 所以佛菩萨来到这里 痕迹没有 走的时候呢 也没有任何痕迹 他的心呢 常常安住在度士之道上面 那我们既然学佛嘛 也要存他们一样的心 在任何相接触的时候 要牢记 凡谁有相皆是虚妄 所以大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万法皆空 你看帮助我们放下什么呢 有这个概念 凡夫挺可爱的 佛已经告诉我们万法皆空 他有放下 他又执着个什么东西呢 空 他又落在空那边去了 那佛对于那些执着空的人 佛又讲什么呢 万法皆有 他又跑过去 又去执着这个有 那佛再跟他就讲 空有两边都不可得 哦 两边不可得 那应该还有个当中咯 他还抓一个中道 佛劝我们 什么都要放下 连那个放下也放下 所以修学佛法 的的确是 中下根性的人呢 也挺不容易的 说句实际话 真的是这样子 有两种人呢 那佛教起来特别 特别轻松 哪两种人呢 那个上上根人 一听就懂 一听就测误 还有一个是下下根人 跟他讲了 讲那么多 其实没用 他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怎么办呢 那就不要说那么多 说一两句重点就好了 告诉他怎么去做 这种人呢 老实听话真干 以后的的确确 成就不亚于上上根人了 因此这里都教我们大家 对于任何人事物 不可以着想 论人经上讲得那么清楚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言语道断 是不能够说 心形触灭 是指不能够想 您只要动个念头去想 那就落在六道里面了 所以佛劝我们呢 不思不想不义 修学任何经典 要牢记大圣起心论里面 所讲的原则 离明字相 离言说相 离心原相 佛菩萨讲的这些明相 言说等等 不要去计较它 那是方便法 同时呢 也不要有心原相 什么叫心原呢 就是说 我好像懂得什么意思了 你在听的时候 在读的时候 好像是了解到一些意思 其实那是不是佛菩萨的意思呢 不是的 谁的意思 您的 是您的意思 佛菩萨没有意思 经典没有意思 但是它又有呢 无量意 这就很妙 不要说整部经有无量意 一句话 一段经文 甚至一个字 都具足无量的意理 经教读的变数越多 听的变数越多 我们所体会出来的那个意思呢 就更加丰富 它真的是无穷无尽 所以读经 听经 念佛的作用 就是要开启我们大家原有的智慧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开智慧呢 佛告诉我们那个总纲领 戒定会三选 大家仔细看吧 佛家追求戒定会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其他宗教 他们是不是也朝这个方向在做呢 也都是的 所以呢 肯落实戒定会的人 他将来以后 决定会 明心见心 大彻堂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 菩萨存心 非常的殊胜 那我们呢 要跟他们学习 接着真结再解释 出有为 正无为 不作无 而不作无为 故云地诸 出有为 在世上来讲 他出离世法界了 那就到一阵法界 正无为 是说他明心见心 大彻大悟 但是在这个时候啊 不能够执着 无为的笑 也不能够有 无为的念头 这个就称为 抵住 的的确确啊 大圣佛法 讲这个体相用 因缘国势力 非常圆满 此菩萨心 常住 无住处 涅槃 云 心 常住 这就解释什么叫心常住 这些大菩萨的心呢 常住在无住处涅槃 什么又叫做无住处涅槃呢 佛在这里面给我们解释 在这里我们念给大家听一下 它是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穷未来际 利要有情 故名 无住处涅槃 佛菩萨 确确实实呢 超越了时间 超越空间 说实在话 时间空间有没有所谓的超越 它本来就没有 有什么好超越的 是不是 那我们怎么又认为有个时间空间 您看错了 事实上怎么样呢 没有所谓的时间跟空间 因为众生迷了 所以它是 在始法界里面呢 有生死 所谓的分段生死 以及变异生死 而这些大菩萨呢 是有这一边不住 无那边他也不住 不住生死 就是住涅槃 再说的究竟出 生死跟涅槃 到底是二法还是一法 我们凡夫就认为 生死跟涅槃是两把事 可是在法身菩萨来看呢 涅槃就是生死 生死就是涅槃 因为他连这个念头也都没有了 那菩萨只有什么想法呢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帮助一切 迷惑颠倒的苦难众生 了解到什么是实实真相 把自己看清楚 也把整个宇宙弄得明明白白 当众生有一个想出离苦海的心 这个信息很快就被佛菩萨收到 收到之后呢 佛菩萨马上就会有印 就像观音菩萨一样 千处祈求千处印 该以佛身而得度之 他就能够献佛身 所谓的 所谓的 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因此我们看这些大菩萨 的的确是呀 是能够做到呢 生死跟涅槃 两边都不住 这个也就是 贤手国师在修华音奥指 望尽华音观所说的 四德里面的一个 随缘妙用 你看到 他说随缘妙用 就是说他起作用的 而在六道里面的四空天 四禅天 他们跟圣人相比 那就不行了 怎么讲呢 四空天的天人 他是心比较清净 但是呢 他那个清净心呢 不起作用 可是佛菩萨呢 他是安住在清净里面 他也同时起作用 在起作用的时候 又不妨碍他 住清净 所以妙就妙在这儿 不管佛菩萨 是处在什么样一个境界当中 他都能够做到不起心动力 事实真相啊 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 可是讲得这么明白 我们是不是真的懂了呢 说实话 不容易懂 为什么 我们现在还不是法身大事 所以呢 那只是讲一讲别人的境界 等到哪一天呢 我们升到基督世界 您也入了法身大事 这个功夫的时候 自然对经上所说的这些理事等等 一目不了然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读了经 听了经 还是 入不了法身大事这个境界 因为我们有障碍 什么东西障碍我们呢 最严重的 贪 撑 吃 而这个摊里面又有一样东西 是最严重的 情质 称慧的核心是什么呢 我们讲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傲慢 鱼吃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怀疑 果真能够把情质 傲慢 怀疑放下 那其他的烦恼 就很容易把它转过来 这是讲以前 是这个情况 可是到了现代这个时候 我们众生麻烦又来了 现在人跟人之间 情质重不重啊 说实话 现在人跟人之间 有没有所谓的真情啊 有人说有啊 你看这些男女 他们在相爱的时候 爱得死去活来的 每天见面的时候 或者他们平常发信息 都说那三个字 他说一说而已 他是不是能够真正 永远保持下去呢 是不是 古人呢 那是真的有这个感情 保持长久 白头斜了 现在啊 甚至我们听说什么 白天举行婚礼 晚上两口子 在信房里面 数人家给他们的红包 数完之后 大概多少钱 然后两个人就怎么样呢 讨论 这个钱怎么用 结果新郎想这样用 新娘想另外一个用法 两个人争执不下 当下两个人就说什么 你连这个都不肯听我的 我凭什么跟你过日子 上火 你看 这当天晚上啊 就拆了 哎呀 这是真的有这样的事啊 所以现在人能把什么看得比秦字还重呢 金钱 那佛教我们大家 这些都是啊 虚假象 不应该当真 下面是慧书所说的 悲智相应 悲是慈悲 智是智慧 慈悲跟智慧融为了一体 以为七神之宅故云地住 七神 是慈悲安住的意思 这句话就是说 佛菩萨的心呢 安住在悲智当中 也就是悲中有智 智中呢 他也有悲 这个悲就是我们常说的同情心 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 是自受用 为诸树类做不请之有 是他受用 自他受用 全是度是之道 我们把这个度是之道 说的最浅显 那就是离苦得乐 不如这个苦 也有浅深的不同 想要离苦 那就一定要学习圣教 所以我们看佛菩萨 还有其他宗教的创始人 都在做同样一种事情 天天教学不间断的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 帮助我们大家破迷开悟 哪一天真的破迷开悟了 这个苦 乐两方面 我们就与它毫无关系 有人说 苦不要 那个乐为什么不要呢 如果说您还有一个乐的想法 您又落在一边呢 刚不是说吗 两边不存 中道不取 所以佛菩萨 天天呢 为众生 上课 那么佛跟菩萨 有一个方面呢 不同 不同在哪里呢 佛是老师 我们作为学生呢 应该要去 向他求教 要主动的拜他为师 绝对不是说 一通电话 就把老师叫到您家里面去 有人讲 那现在不是有很多老师到家里面来做家教吗 作为同修 你想一下啊 如果您有小孩 您是把小孩送到老师家里面去 向老师当面去学 您到老师那边去学 另外一个情况是 把老师叫到您家里面来 教您的小孩 您每个小时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付多少钱 这个小孩子的心态有没有所不同呢 还是不一样 所以以前的做法是 父母把儿女呢 亲自送到老师那里 接受老师的教会 如果说我们做学生呢 对老师没有丝毫恭敬性 就算这个老师本事再大 学生也听不进去 而菩萨呢 是我们的学长 是我们的同学 我们纵然不请他 这个学长怎么呢 他也可以自己来 所以叫做不请之用 刚刚提到了 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 是属于呢 自受用 自受用的体就是孝敬 有孝敬心的人 他在一切万物当中 真的是做到了随意自在 既然是随意自在 那他一点障碍都没有 万物是指万法 自在者通达无碍 法华经续品云 敬诸有节 心得自在 多好 你看学佛啊 那个好处啊 说不尽啊 其实我们学习佛法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就讲到了 敬诸有节 那个敬就是断敬 截是说的烦恼 像见识烦恼 这是我们要把它断掉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要破沉沙烦恼 污名烦恼 您把这些烦恼全都放下了 那个自在的味道 意思 境界 自自然然就动了 因为我们现在啊 这三大类烦恼 一样都没有放下 所以这个自在啊 我们真的是丝毫体会都没有啊 我们顶多有什么呢 少分的 相似的感受 所以一些念佛的同修呢 他念上个几年 感觉到身心啊 比较清安 他有那个法系 很好 我们鼓励他继续念下去 但是哦 他如果达到这个境界之后 他就满足了 不肯再继续用功 那他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不过如此啊 应该怎么样呢 继续努力 再念下去 后面再解释啊 自在是什么 实为无庸 神通自在 福心有居累 随物而转 故为烦恼所福 凡夫左右 二圣至空 皆多情之之中 贤士 心随物转 故于万物 不得自在 看来要达到经上所说的这个 随意自在 哎 那就一定 至少要证得 原教初驻菩萨才行 在 《法华经》续品里面 刚刚我们看到那两句经文 就提到 敬诸有节 心得自在 这都是迷心见心的菩萨 契儒的 那这里 所讲的 其实跟我们有关系啊 如果一个人 他心有居累 这个麻烦就来了 什么叫做居累呢 它是烦恼的代名词 《华言经》上说 妄想分别执着 换个说法 无名烦恼 沉沙烦恼 贱士烦恼 这三大烦恼 都有居累的现象 居述累罪啊 是我们在六道里面呢 不能够得到安乐 自在 因为心有居累 所以随物而转 大家从这里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叫做凡夫 什么原因呢 您被物给拉着跑啊 一般这个物就代表什么呢 万事万物 或者简单讲 人事物 您受它影响 故为烦恼 所福 凡夫 左右 二圣至空 我们呢 有烦恼 身为原觉有没有烦恼呢 还是有 它还有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凡夫 六道凡夫 执着有 身为原觉呢 执着个空 总是落在啊 其中的一边 所以执着有的 被有给转了 执着空的呢 被空给转了 都没有办法呢 回归自信 法身菩萨呢 把这两样 统统都放下 所以啊 身为原觉 也把这个法制放下之后 他也就能够啊 明心见心的 因此我们看到 此题所讲的 凡夫跟身为原觉 都堕落在秦职当中 而这个秦职呢 又是虚妄的 不是真的 贤是心谁物转 那这个贤 就是说所有 前面所讲 这两大类的众生 故于万物不得自在 其实无量节来啊 我们就是这种感受啊 把这句话 概括起来 用一个字代表 就很好讲 哭 大家哭不哭 什么时候开始哭啊 说来话长 我们说的简单点 就说这一声好了 当我们的神识 来投胎的时候 就哭 怀孕十个月哭 出生的时候哭 到上幼稚园哭 小学哭 中学哭 大学哭 以后在社会上工作哭 那么在家人呢 在结婚 请问结婚 几十年的婚姻有没有苦 无声不知道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 对不对 你们有家庭的应该 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感受吧 所以 在六个道里面 众生 再高一点的身为圆觉 都有不同的苦痛 关于这一点 大事深达法性 那这是指的 法身菩萨 他们对于一切万法的本体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但对于诸法的体清楚 他对于这个相也明了 这些大菩萨能够做到当相离相 这点太难得了 他不想身为圆觉 他们是怎么样呢 我出六道了 我就落在偏真涅槃 他不会主动的来帮助我们大家 大菩萨并没有离开这个境界相 他是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他知道有是换有 知道这个空呢 是真空 而这个真空呢 他又能够现象 所以大圣经有两句话说 妙有非有 真空不空 说实在的 整部大菩萨说什么 就是讲这两句话 妙有非有 真空不空 那么我们六道众生的麻烦就是 执着这个有 因此心不得清净 身为圆觉呢 他执着个空 所以他平等心得不到 他不能明心见心 假如哪一天 身为圆觉也能够做到 当相离相 那就太好了 他的境界呢 又向上提升 这个当相离相是说什么呢 六根常常接触六层境界 可是 我们就拿眼睛来说好了 他虽然看这些不同的色相 他不被那个假的色相所迷 耳朵听这个声音 不被那个阴生的相所转 今天中午又来考试了 如果说我们今天中午到斋堂去吃越南餐 你可不要又做相了 有些同修挺可爱的 还每一道周五周四的时候就提醒对方 哎 明天是礼拜五 越南餐 早点过来 你看 这不就是又做了这个相吗 那佛已经教我们大家要离相 您能够做到 当相离相 就不会被这个物所转 其实真正的功夫在哪里修呢 不是在讲堂 也不是在禅堂佛堂里面 在哪里呢 就在穿衣吃饭当中 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大家看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他所参访的那五十三位大菩萨 他们在哪里度众生呢 他没有离相啊 五十三位菩萨代表什么呢 社会各个阶层 分为五十三类嘛 所以这些大菩萨 并没有离开一些众生 天天跟众生呢 朝夕相处 用他的身教 用他的言教 帮助我们大家决心 《波尔经》里面 有两句话也说得很好 离一切相 及一切法 其实那个会听的人啊 他哪里需要把整部经全部听完呢 不必 只要能够抓住其中一个纲领 懂了 下课之后呢 去找座 肯定能够成就 这个离一切相 离就是指不执着他 任何像 任何像 都要知道 它是多快的频率变化呢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这是超级快的频率啊 所以万像 都是在如此的速度之下 不停地千变万化 其实讲千变万化 已经太慢了 是不是 他至少是什么呢 因为他里面有个罩 那个罩就是万亿嘛 因此任何经上 说得太棒了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您说他出生 他其实当下就怎么样呢 就已经消失了 说他消失他又怎么样呢 又冒出来了 所以博尔经总结了 一切法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心就怎么样呢 就止住了 他就不会再动了 这里讲到地住 或者说暗住 能够不被境界转的人 这是什么人呢 就是任何经上 后面所讲的 极同如来 所以我们大家是不是佛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的 简单来说 就看我们 被不被这些外面的物 所转 它怎么变化 我的心不变就对了 古人说得好吧 但凡无心于万物 何妨万物常围绕啊 哪一天呢 我们大家不被境界转 您的心情就特别好 您的身体也特别棒 您这个住的环境呢 也特别舒适 您的智慧呢 比别人要高很多 您的福报呢 天天增长 这样就会引起旁边的人好奇 为什么都住在同样的地区 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你看起来怎么那么样的欢喜呢 我怎么一天到晚愁眉哭脸的 烦闷得不得了呢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把真相看清楚了 所以说 要得到快乐 是不是一定要先到极乐世界 然后才能够得到快乐呢 请问海鲜老上他走之前他乐不乐 他乐啊 虽然他每天到龙田去耕作 都已经一百一十二岁 往生的那一天还在牢作 但是他每天做这些事情呢 快乐无比 当然到达极乐世界更加乐 是不是 因为在那边呢 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境界 绝对不会有啊 让我们起心动炼的 不会让我们生一点点烦恼 没有一点点拘雷 产生 到那边呢 是佛菩萨 时时刻刻在给我们讲开示 让我们的心境啊 不间断的大幅度向上提高 到最后呢 很快就起入到 妙觉如来的果地 下面再引用禅宗这个说法 中门云 但自无心 余万物 何妨万物常围绕 这是刚刚我们所引用的 所以修行呢 真正的功夫呢 从这里就能够看得出来 因此我们看到这些大菩萨们 他们一点都不排斥外面的六层境界 他呢很欢喜很快乐的接受外援 大家如果看一些弥勒菩萨的造型呢 有的是这样子塑造的 弥勒菩萨坐在那 小呵呵的 他身上呢 有五个小孩 趴在他身上 玩耍嘛 那弥勒菩萨怎么样呢 还是笑咪咪的 另外一个造型呢 是六个小孩 也在他身上这样子爬来爬去 弥勒菩萨也是不动路 其实这个五个小孩代表什么呢 表法 表五欲 六个小孩代表什么呢 六层境界 这不就是此理所讲的吗 弥勒菩萨是无所住啊 那既然能够达到无所住 也就是他无心于万物 这个就 万物常围绕他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受影响 他一点都不受影响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弥勒菩萨 不要说五个小孩 六个小孩来找您啊 一个小孩来找您 请问您会不会跳脚啊 当然这是表法了 就是说财色明示碎嘛 有一样东西要来诱惑我们 我们会动心呢 会的 那会动心该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动心不好 那是在造业 所以古人的做法就值得我们借鉴 远离他 回避他 不接触他 当然功夫到家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啊 跟这些万物接触 这个时候接触的时候 不但能够印证我修行的功夫 是真的有 同时呢 我们在接触外面境界的时候 还能够向上提升 因此啊 像这里念老所引用的 中文的两句话 我们建议大家呢 平常啊 这个烦恼一冒出来的时候 最好是把它多念一下 它是像对脸一样嘛 你把它打印出来 贴在房间哪个地方 这样哪一天心情不好了 看一眼 火气就怎么样呢 就降下好多了 所以念老后面就说 进而物随心转 故能随自在 我们怎么看这一句话啊 好像就是在说我们现代呢 上次不是提到吗 你看那个加拿大的火灾严重不严重啊 这好像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火灾了 哎呀 再过今天几号 今天十五号了是不是 还有半个月 那个 嗯 某个国家的那个 河电站的水就要排到大海里面去 很快我们在澳洲啊 这所有海岸线的海水都会围绕 好 假如说我们能够转这个物那多好 能够把那个火灾给熄灭掉 能够把这个核污染的放射性的水 也把它变成是清净的水 那多好 能不能够做到呢 理论上说是可以的 那就看我们大家心清不清净 心净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够转万物 如果我们心还是有所浊 那依旧是要受这个苦报 所以佛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经提醒我们了 我们这个是什么世界 无诸恶事啊 现在我们都已经苦不堪言 那您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在二十年之后呢 万一又来一个更加严重的灾难呢 那后面的人怎么办呢 他还要不要活下去呢 他还是要啊 可是那时候人活会更苦啊 他们就羡慕我们啊 所以人呢 在六道里面真的是苦不堪言 要有粗离心 好好念佛求生净土 下面是金影书所讲的 由成圣通 于一切物变化随意 故能利物名为自在 这个由啊 就是说这个原因呢 他成就什么呢 圣通 这个太了不起了 他不但有神通 还是什么神通啊 苏圣的神通 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不要说苏圣神通没有 通都没有 对不对 一通都不通 六通嘛 一个都没有 因为他有圣通 因此呢 于一切物变化随意 想要度众生啊 要先成就自己啊 这个利物 就是说利益 一切大众 后面是念了所讲的 大事神通自在 于一切万物心无拘束 随缘变化 饶益众生 从这我们就明白了 这些法生大事们 他们每天呢 真的生活 修行等等 都是达到了最吉祥如意 没有一点点拘束 它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 这个环境影响不外乎 物质环境跟人世环境 而这两种环境又哪一种是主呢 人世环境 那我们要跟一切众生呢 保持良好的关系 真的 假如说我们自己忍不住啊 就跟人家发生 发生这个 大的小小的矛盾冲突的时候 只会把这个圆 变得越来越复杂 所以真正聪明人 他知道 哦 原来一切相都是虚幻相 我不应该在这个假相当中 再生心的念头 我们要学习这些大菩萨们 于一切万法心无拘束 一旦念头起来 赶紧提醒自己 凡说有效 皆是虚幻 那这样子 我们这个心很快就把它抚平了 还有一个方法也妙啊 妙在哪里呢 不管是什么想法冒出来 都用一句佛号 取而代之 所以我们看那些老菩萨了不起啊 他现在晚了 就是手上拿了一串长念珠 就在那里 一个人坐在那里念 或者呢 他就在那边绕佛 一边绕佛 一边在那边念佛 不跟人家讲些话的 到最后 您看他走的时候呢 潇洒 他轻松自在 能够预知实质 往生 那须弥于戒子 转四海 如如毛端 所以立他 固云自在 这里举了两个例子 包括前面的 总共四句话呢 都是说明呢 法神菩萨的境界 真的我们凡夫啊 望尘墨迹 非常佩服 但是我们做不到 把这个须弥山放在哪里呢 放在戒财子里面 这就是 小能够容大 须弥山 我们先不要说须弥山了 就是我们图文巴好了 我们图文巴海拔多少米啊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六百米 再往山上开七百米 七百米算不算是高山呢 小山 对不对 就把这座小山呢 把它拿起来 然后呢 放在一个戒财子 戒财子相当于这个芝麻粒那么大 芝麻粒没放大 这个图文巴这座山呢 没有缩小 居然可以把它塞进去 不可能我们凡夫绝对做不到 那更何况是什么 须弥山呢 这是一个单位世界的中心 我们做不到不代表法身菩萨做不到 其实啊 不要说须弥山可以放进戒财子里面 整个宇宙呢 全都可以随意的放进去 而且呢 这个戒财子也太大了 整个宇宙可以放在哪里 放在微宗旨里面去 比如说整个微 一个微宗旨就能够包括整个大宇宙 而且普财菩萨呢 还能够进到这个微宗旨里面的 无量无边的佛刹 去拜访这些祝福如来 普财菩萨在这个环境当中 听佛讲经 同时呢也帮助佛度众生 因此啊 普财菩萨行愿品 这一章的经文 我们建议大家有空 好好看一下 看了这一品经文 我们才知道 大菩萨的受用 真的是啊 快乐无极 其实看了这些经文 我们就知道 佛法里面有没有科学呢 有 不但是科学是尖端科技 那么在寒毛端呢 也可以容纳整个宇宙 关于这个情况啊 原教八地菩萨 通通都能够见到 通通都能够入进去 而我们生到基督世界 也有这样等同的能力 所以在那个时候啊 我们确确实实能够印证 佛在大经里面 所讲的这个情况 今天我们只是啊 听一听 看一看 了解一下 我们还不信 而这种情形呢 说句老实话 天天都在发生 下面再举一个例子 转四海入毛端 我们知道有四大海 能够把四大海的所有海水呢 放进寒毛 那个尖端里面去 请问我们的寒毛长不长 大不大 这么小一个物体 居然能够容纳呢 四大海水 其实四大海水 水量多不多呢 也不多 但是呢我们人就认为 海是比较大 所以佛讲经呢 就用它来做例子 因为印度三面黄海 所以佛呢 常常讲这个恒河 因为大家常常去嘛 也讲这个海 也讲这个大雪山 大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 举这些例子 大家容易体会 可是佛呢 说这些真相啊 他也不是一开始 对我们大家就讲 那佛要把这个事实说出来 他也要等好久 什么时候才说呢 你看到 他前面十二年讲阿罕 再说八年的方等 二十年之后 才给我们讲 宇宙人生的真相 到最后呢 法华经 那是一圣大法 帮助那些上上根人 这一生呢 决定可以成佛 其实我们现在 遇到净土法门之后啊 我们对自己 也有一个大概的 评论 我们遇到念佛法门 真正相信 真正发愿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我们算不算是上上根人 算不算 怎么只有一个同修点头 您客气什么 您算了 因为您到达基督世界 您是什么菩萨呢 八地菩萨嘛 是不是 那八地菩萨算不算是上上根人 当然算了 所以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呢 太太了不起的 就算是下下根人 到最后怎么样呢 也提升为上上根性 当然不是我们自己修来的 这是阿弥陀佛呢 本愿功德价值 不但有阿弥陀佛的帮忙 还有呢 十方诸佛 一起来护佑我们 成就我们 所以修这个法门呢 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利益 远远超过其他法门 这个法门叫什么法门呢 他立法门 有外力帮忙 而八万十千法门 叫做什么法门呢 自立法门 靠自己的功夫 断或正真 那个难度太大了 因为有佛帮忙嘛 所以我们成就呢 就可以缩短很多时间 下面 为诸树类做不请之有 这个树 就是指的凡树 它也有众的意思 类呢 是品类 把它合在一块 树类就是指的众生 众生的品类啊 非常复杂 不要说整个宇宙很复杂 就说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众生 复杂不复杂 八十亿人也复杂 不要说别人 很复杂 我们就说自己好了 我们自己复杂不复杂 从早到晚 我们的妄念 不晓得有多少啊 可是佛呢 都有能力 帮助我们转自己的烦恼 那我们想要得到佛法里面的利益 一定要对老师尊重 对于经典要尊重 对于同餐道友要尊重 这是讲人世环境 如果说我们此地还有一个 良好的修学环境 那就更好了 现在目前来说 我们在图妈这地方算是不错 虽然说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了 我们师父已经往生一年 差不多一年了 但是呢 他这个留下来的这些法宝还在啊 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看书啊 看视频呢 或者听这个音声呢 您只要以恭敬 真诚清净 平等慈悲心来听 那也等同于 师父呢 在现场给你讲一样 慧苏云 众生被绝 沉迷漂流 生芒无目 无息初心 这个就是在讲我们了 我们凡夫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 被绝啊 大家记得三十七年里面讲 何尘被绝 我们喜欢什么 我们喜欢六成 喜欢在外面的 污染的境界 可是跟自信呢 相背离 因为我们被绝 就导致自己 沉迷漂流在六道当中 再举个比喻 像生芒无目啊 这多可怜 当这个人出生的时候 他的眼睛怎么呢 他没有眼睛 或者说他看不到 这是打比方 比喻他 迷失自信 他没有一个念头 想要出六道出十法界 其实我们自己 也能够反省的出来 当我们没有遇到佛法的时候 我们跟一般人是不是一样的 跟别人差不多 甚至还比那些人怎么样呢 更糟糕 现在学佛呢 知道自己错了 赶紧的回头 菩萨 明知 无疲厌念 这些大菩萨看到我们众生 这么样的可悲可怜 他教我们 帮我们呢 从来没有啊 放弃过 念念呢 都在想着度众生 常为不请之游 谁主爱护 我们看的这句话特别感动啊 无论你在哪一道投胎 佛菩萨知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呢 知道 你到人道他来人间 你到天上他到天上 你到地狱 到地狱呢 他也现了地狱的众生 跟着你 他是 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这是法身起作用啊 所以佛门讲嘛 佛师门中不守一人 其实讲人呢 范围还是有限 是不是 我们如果再换个字 那范围就齐全了 佛师门中不守一物 那就一切众生 都在里面 多看大声今好啊 让我们的这个 大爱之心呢 产生所谓的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真的我们帮助别人呢 不要求回报 不要想到说 我对你付出这么多 你以后要对我好一点 真的有时候 我们就听到一些人 在跟对方说嘛 我这样照顾你 你怎么都不帮我一下 生气啊 其实我们要知道 他为什么不肯帮你呢 因为钱是你这样子咯 如果不是过去式的因 怎么会有今天这一世的果报 所以我们把三世因果都搞清楚 那个心呢 它自然就平静下来 这个当中呢还有省略的 古涅槃祭约 在涅槃经上啊 有这样两句经文 是就要求然后得 如来不倾而为归 当我们在世间法当中 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佛菩萨马上啊 就会来应 有人就说了 哎呀 我现在啊这个 向银行贷款 借了几十万澳币 我的困难这么大 那怎么佛菩萨不来给我一笔澳币呢 随便从极乐世界 拿一个 拿一根支条下来 然后把它兑换成澳币 这样不就解决我的贷款呢 你看 他就有这样的想法 请问佛菩萨可不可以从极乐世界 随便拿一些七宝来到我们人间 帮助众生 在他们来说没问题 可是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有没有那个福德 去承受这个福报 没有修到相应的福德 我们如果接受那个福报 反而会怎么样 招来灾祸啊 所以佛是有圆满的智慧 知道呢 哪些可以给我们 哪些可以帮我们 哪些是绝对不可以帮的 如果说帮了忙 后面出现严重的后果 那这种事情佛菩萨是绝对不会做的 一定是怎么样呢 帮了之后 现在有好处 将来呢 永远都有好处 绝对不能够以凡夫之心 来揣测 佛菩萨的境界 有不请之友 见唯摩金约 众人不请 有而安之 这是说 大众当中的没有人主动来齐情 但是佛菩萨怎么样呢 有而安之 我们想一下 为什么大家不来主动齐情 因为没有人知道 我们举例来说 像释迦摩尼佛好了 他三十岁在毕波炉树下 在菩提树下 夜赌鸣心 大测道 他在二期或者三期日中呢 讲了一部幻影镜 请问这个时候佛所做的事情 人知不知道 不知道 大家顶多只看到什么 佛就坐在那 眼观鼻鼻观心 一句话也不说 默默就坐在树底下 打坐 这是我们一般人所看的 可是人不懂 可是天上的天人怎么样 他们有天眼咯 像这个四禅天的五步环天 他就看到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了 所以许许多多的天人 当然不止他们 还有很多天人 都一起呢 变成这个人生来到佛的面前 向佛提前 佛这个手怎么样呢 没手 佛也不说话 不说话就代表什么 接受了 如果佛说呢 我不想注视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佛不吭声 不吭声就代表接受 好 从这天开始呢 他就去路野院 展开教学了 在一堂课当中 就帮助其中一个 尊者教身如 正果了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 世间的三宝就正式成立 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佛一现身 就帮助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无量无边众生 都得到法义 这个有而安之 有是个会议字 大家如果看这个缩文解字 如果是甲骨文 那个有 是怎么写的呢 我们模仿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两个手朝着一个方向 重叠在一起 这个表示什么呢 以手相助 这个叫做有 这个叫做有 看的这个字 都在教我们大家 您只要有这个能力 就应该帮助那些 有困难的人 不一定非要他怎么样呢 出生 见到了就要伸出我们的手 这个就叫做有 深造大师给我们解释 真有不带情 辟慈母之去婴儿 真正的自从道合的人 他是不需要别人来提倾的 就好像是什么呢 好像是一个慈悲的母亲 他看到婴儿或者听到婴儿 在那边哭哭啼啼 母亲就怎么样了 自然就过去了 伸出手照顾他 在《经书》里面呢 也有说明 他说这个有两个意思 第一 所化众生 无稽感胜 名为不请 凡夫迷惑颠倒 没有想到要出离三戒 他认为这个人在六道里面 生生死死死死死生生 不是很正常吗 有什么很特别 哪一天没有人出生 哪一天没有人死呢 他觉得这个不重要 好了 他现在还活着 那一口气还在 身体还强壮 他不在乎 可是真的当他老的时候 病的时候 请问他 着不着急啊 我们现在还不老 也没有病入膏肓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着急 什么时候着急呢 真的病了死去活来了 到最后要死了 那个时候您就怎么样了 手忙脚乱了 所以这个不了解真相人 他对于圣贤呢 可以讲缘分还未到 这个叫做不请 而菩萨强化为做因缘 明有安之 众生不知道要主动齐寝 圣贤来教导大家 那菩萨呢 他自己勉强变化 一个身相 来到这个人的身边 用善巧方便 影响这个人的心 改变他的想法 到最后呢 让他对佛法也产生一个好感 愿意来慢慢学习 这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是说 所化众生 虽有道机 无其要欲 不知求胜 名为不请 菩萨随机 而为强化 明有安之 这个很可能在说我们的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一类的众生 他过去身中有学过佛法 但是呢 那个善根不够深厚 也就是他阿勒耶诗里面的种子 并不多 是有但是不是很多 可是这个时候 菩萨呢 也是主动来到他的身边 尽量的把这个众生 阿勒耶诗里面的佛种子 引发出来 逐步的提升他的境界 所以 有善之识 有真正的同参道友 在我们身边 寻寻善诱 给我们天天上课 来引导我们修学佛法 我们真的要很感恩 我们可要知道 善之识可不是永远都住在一个地方 你看贤工牢上 是不是 他住在南洋 也不是住一百一十二年了 也只是一段姻缘 在那个地方 可是这个一百一十二年 也是怎么样呢 像经上所说的 石火电光 一弹子就过去了 我们要好好珍惜 下面就提到 要护佛种姓了 受持如来圣身法章 护佛种姓 常始不绝 下面再解释 受持如来圣身法章 此有二解 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 静影书曰 明 明就是说明 明修圣解 如来圣身法章 是如来圣身法章 按章基除 明献己心 故曰受持 这个标准高啊 这是说 明修圣解 以明心见性 为受持 圣身法章 明修圣解 也就是禅中所讲的明心见性 明呢 是智慧现前 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智慧现前 必须要把这个迷惑全都放下 怎么才能够帮助我们放下迷惑呢 那就一定要深入精障 要弃而不舍的天天来读 天天来听 到最后入了境界了 这个境界不是一般的境界 是如来葬 如来葬心 就是禁中所说的理心不乱 中文所讲的明心见性 教下所说的大开圆解 所以哪一天我们大家也能够明心见性 大策大悟 那就好了 您就怎么样呢 您就圣解如来葬啊 到时候啊 您对佛的境界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过我们现在要不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现在目的不是在这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可以去极乐世界 这个是我们当务之极 首先要做的 至于圣解如来葬心呢 是我们到达极乐世界之后 全部同堂 所以我们是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要 升到极乐国土 这是当务之极啊 因此呢 弥陀经上所说的一心不乱 这是如来圣身法障 暗障即除 这个暗示说无明 障是业障 这是把无明业障放下的 除就是放下断掉的意思 明献己心 明就是明了 明白 现在自己心中 固约受持 受持什么呢 受持如来圣身法障 接着是念了所讲的 这是总结了 是以明心为受持圣身法障 您能够明心 其实就怎么样呢 就见性 见性 也叫做明心 我们中国儒家四书里面的大学 你看一开头就讲什么呢 明明德 其实那个明明德是什么 就是中文所讲的明心见性 那个明德的人 他的大慈大悲 肯定是发出来的 自自然就流露出来 从哪里看得出他流露出来呢 他能够做到清明 清明就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我们现在对于别人有没有做到清明 说句不该讲的话 我们连自己一家几口人 我们都不能够完全做到清明啊 哪个人跟我缘分好的 我就对他好一点 哪个跟我缘分差的 我就不理他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那些同修的小孩啊 就不说是谁了 他就跟乌生讲 我那个兄弟啊 怎么怎么怎么 就说一大堆 不该讲的话 就批评他的兄弟嘛 乌生看他发牢骚啊 就跟他说一下 就说他既然是你兄弟 那你是哥哥 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要有而安之 是不是 不就这里所讲的吗 你要帮助他吗 你是老大吗 那老大当然要帮助弟弟了 弟弟比你出生的晚 比你学的少 你知道的多 你当然要提醒他一下嘛 可不能因为说他有烦恼 他有其他心理想 你就排斥他 批评他 这样不好 虽然说了这些话 不晓得他还听懂了没有 总而言之呢 我们应该要扩大心量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即文池三世一切如来法障也 法是佛法 法障呢 就是指的经典 多文归一文 一文即是文其名号 真解这个说法 真解这个说法 就把他呢 会归到净土了 三世如来 所说的一切法 所修的一切法 所证的一切法 到最后怎么样呢 通通都归到西方净土 多文归一文 一切法归到一法 念老下面讲 是以文佛名号 为受持圣身法障也 弥合尽忠 所以真解在此地告诉我们 诸佛圣身法障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而这句阿弥陀佛又是什么呢 大家应该记得 往生论里面所讲的 天清菩萨所说的 是什么呢 一法句 也就是清净句 也就是真实智慧 无为法甚 古大德啊 学习佛法很认真 他把所有经典经过比较之后 大家公认 这中国 日本 韩国 这些高僧大德都公认 哪一部经是根本大教 根本教吗 哪一部经呢 为代表呢 华严经 其他经典都是他的 枝 墨 烧 叶 花 果 延伸出来的 可是我们再看华严经 它最后如何 我们讲好戏在后面咯 重头戏讲什么呢 这最具代表性的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楼 她 她的启蒙老师 文书菩萨 帮助她明心见心 好了 出去再修后的志 先成就她的根本志 根本志成了之后呢 再去修后的志 那就要在 一切项当中 去力士练心 五十三个善知识 每亲近一个善知识 她的境界呢 就向上提高一个 这么多的善知识 尤其是最后一个 普贤菩萨 大家都怎么样 都在劝她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普贤菩萨之所以了不起 因为她发那个愿 跟一般菩萨不一样 一归纳十条嘛 所谓的普贤菩萨十大愿王 你看到 那个愿后面加一个字 王 证明她这个愿 就比别的菩萨要殊胜 在比较普贤十愿 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略缩 另外四十八愿呢 细细地展开来 无二无别 所以呢 善才同志她老人家 现在在哪呢 基督世界 这不就告诉我们 《华严经》归宿是哪呢 西方净土 而我们现在学 《无量寿经》 怎么样 从头到尾 句句都是在说 西方基督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把 这里经文所讲的 互佛种姓 常识不绝 也就是讲 我们这句佛号 宁可 就是有时候我们嘴巴没有念 但是心上怎么样 要有 弦首国师 在六十华言的注解里面呢 也解释 他这个注解叫做探玄机 菩萨 菩萨所行 名为佛种 菩萨修什么呢 六波罗密 四色法 十度等等 这都是属于佛种 有金引书曰 法界诸度 是佛种性 念到讲 这两种说法 这两种说法 其实都是相同的 均以菩萨所行之六度万恨 为佛种性 这就说明了 所有菩萨想要成佛 他必须要修什么科目 六度万恨 一般是讲六度 可是华言经讲几度 十度 般若波罗密 再展开为四个 方便愿立志 这就是十个了 因此我们在一切禁言当中 要常常提醒自己 不时要做到 持戒要认真 忍辱不能够松啊 你能够忍得住 自然心就能够定得下来 能够定得住 您就能够做到勇猛精进 果真能够做到 一门深入常识熏凶 哪里有不开悟的道理 绝对可以 一开悟是什么境界呢 就像海星老师上所说的那句话 你看人家说的多轻松啊 可是他也是念了好几年 才达到这样的境界 是不是 他说什么 我啥都知道 我们现在离那个 啥都知道 还差得远内 我们能够做到 我知道一点点 那不错了 至少自己的事情要知道嘛 你自己都搞不定 那度众生就很难 所以一定要开智慧 下面再解释这个度是什么 所谓度者即度生死流 灯涅槃岸 故以度为佛种信也 我们要有一个大心呢 出六道出十法界 其实我们到达西方净土呢 是真正做到了灯涅槃彼岸 而且我们这个要上岸了 说实际话 要抓紧时间 为什么 现在已经达到什么样的严重的地步啊 快要到火烧火了的时候啊 古人有一句话说 火烧眉毛了 他就没想到这一点了 那个毒的海水马上就要来到我们澳洲了 请问那个海带以后你还敢不敢吃啊 所以我们会稍后跟厨房的菩萨说一下 以后拜托不要再买海带了 免费送 我们也不敢吃啊 是不是 那空气中的污染呢 只是我们眼睛看不到 所以我们才会天天 24小时不间断地呼吸这个空气 你真的做个测验 空气当中有什么成分呢 你敢不敢呼吸啊 非呼吸不可 这个时候您就怎么样呢 出门可能带一个什么 氧气面罩 那多麻烦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不值得我们大家多停留 应该怎么样呢 赶快换一个居住修行的常数 极乐世界是所有佛刹当中最为理想 最为殊胜的一个地方 好 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这 墨学物圣粗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粗 如果有任何错误 尽请作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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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